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一个有关咒诅的新的专题 咒诅虽然是一个消极的词 但我却是希望在这个主题结束的时候 它能够给你一个种的影响是积极的 能够给你一个积极的影响 撒旦带给许多人捆绑的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借着咒诅 圣级里头有关咒诅的经文是很多的 我对咒诅的认识是个人经历的结果 我们生命的经历应当与我们从圣经当中所得到的启示并列而行 那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咒诅的原因 那咒诅的原因 在过去几年的侍奉当中 特不是当我在为生病的人和遭遇其他一些问题的人祷告的时候 我就发现在某些情况底下 有咒诅临在那个人或者他的家人的身上 这个启示不是一下子临到的 但是在我求问神为什么某些人会在凌晨上进展到某一个地步 然后却像遇到一个无形的障碍 神开始回应我的祷告 他开始拉开一层面纱 向我启示一个具有极大势力的世界 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自然规律运作的 于是我就逐渐的识别贯穿某些似乎是没有关联的事情的同一根线索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事是发生在一间教会的 我被邀请去那里讲道 当我快讲完的时候 我就留意到坐在前排左边的一个家庭 这里都有父亲母亲 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 当时有一个意念临到我的脑海里头 就是有一个咒诅凌驾在那一家人的身上 这个意念与我当时所讲的信息主题 或者脑子里边所想的事是完全无关的 然而这个印象却挥之不去 最后我迟疑了一会儿 之后我就走到那个父亲的面前 解释我当时的感觉 问他是否愿意我奉耶稣的名给他废除咒诅 释放他们全家 他马上回答愿意 那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我奇怪 他那么迅速就乐意接受我的话 但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 于是我大声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祷告的时候没有按手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当我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这句话结束的时候 那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成员身上都呈现出很明显的反应 一阵的颤抖 似乎是少过他每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那个大约18岁的女儿的左腿 从大腿到脚跟都套上一层石膏的模子 于是我再问那个父亲 是不是愿意我为他的女儿的腿祷告 使他得到医治 他的反应很积极 并且加上一句话说 不过你得知道啊 他在18个月当中啊 已经三次摔伤了同一条腿了 并且医生说是不会痊愈的了 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说 一个人在18个月之内摔断了同一条腿 这样的话会立刻敲向我里面的警钟 警告我这个咒诅的作为 那但是当时呢 我没有看出咒诅 与这个不寻常的一连串的意外 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简短的 为他受伤的腿的痊愈 做了一番祷告 那几个星期以后呢 我接到那个父亲寄来的一封信 他感谢我 说当他的女儿回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啊 S光片显示他的腿已经痊愈了 石膏膜也随后就拆去了 在信里头他也提到一连串 影响他们一家的一些很奇怪和不愉快的事件 这解释了为什么他那么愿意承认 全家从咒诅底下得到释放的需要 之后的几个月里头 这件事情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里头 我觉得圣灵在这件事情上带领我的次序 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 那首先呢 他启示我知道 那家人是在咒诅之下 感动我去解除这个咒诅 接着才带领我 为了个女儿的腿痊愈 做祷告 如果没有先解除咒诅 那腿会蒙医治吗 我就越想越肯定 那咒诅是一重无形的障碍 阻止他得到神的医治 因此将咒诅拆除是必要的一个步骤 在做了这一番前言之后 我现在要来为咒诅下一个定义了 并且谈谈咒诅怎么样来到 以及怎么样起作用的 好 以下我所讲的内容 会一一回答的三个问题 第一 我们怎么样察觉咒诅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 第二 怎样才可以解除咒诅 并从咒诅带来的后果当中得到释放 第三 我们怎样进入神的祝福 在圣经当中 咒诅和祝福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词 因为它们是反义词 当我们看圣经当中 咒诅与祝福的后果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部分场合底下是连贯的 一代一代往下传的 祝福和咒诅是带有属灵权柄的话 一旦说出来了 所产生或者善的或者恶的后果 可能是不断延续的 代代传下去的 好 让我们先看一看两个祝福的例子 第一个是神自己所宣布的祝福 而第二个是带有神的权柄的神的仆人们所宣布的祝福 我们会看到 无论祝福或者咒诅 必定有神或撒旦直接或间接的权柄发挥作用 在所发的话和发话的人的背后 总是有一个属灵的势力和权柄 好了我们先看看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当中 神祝福亚伯拉罕的话 神吩咐亚伯拉罕带他的儿子以撒往摩利亚山 将他献为凡祭 亚伯拉罕就照做了 带了儿子上山 做了坛 将儿子放在坛上 就在最后那么一刻 神的使者从天上向亚伯拉罕说话 吩咐他不必要杀以撒 因为神预备了一只公羊 正扣在树丛中 天使要亚伯拉罕用山羊代替以撒做祭物 我相信那说话的使者 正是神的永恒的儿子 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说到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那么释放神的祝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顺服 顺服神的声音 那留意了 这个祝福是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的 事实上主要的侧重点 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 而是在他的后代的身上 神所赐给他的祝福 影响了人类至今的历史的进程 当着进入祝福与咒诅的领域 你会开始以不同的观点来看历史了 那现在我们从创世纪的27章的28到29节当中啊 看一个人代表神发出祝福 那这个人就是以撒 那个在山上被饶了性命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了 这里的故事很有趣 那当时以撒虽然是给他的儿子雅各祝福的 但是他却以为是在给以撒祝福的 以撒是长子啊 理应得到祝福的 但是他的孪生兄弟雅各就用了欺骗的手段 取得了眼目昏花的老父亲的祝福 当以撒发觉自己被骗之后 他已经没有办法将祝福逆转了 也就不能收回了 不能收回 虽然他先前所祝福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心愿 做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尽管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 但他既然做了神的出口 以撒还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知道他不能把所做的事 所说的话重新的收回了 他对雅各所说的话是这样的 那尽管他以为他是在对以撒说这番话的 创世纪的二十章二十七节 经文这么说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 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 就给他祝福 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哎呀 雅各穿上了以撒的衣服 以撒就闻到衣服的香气 以为他就是以撒 以为他是以撒 接着就给他祝福 创世纪的二十七章 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说了 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 并许多五谷新酒 愿多民侍奉你 多国跪拜你 愿你做你弟兄的主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为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好了 我们留意 以撒既用到了咒诅 又用到祝福这两个词 过了片刻 以撒从田间回来了 以撒知道自己犯了错了 创世纪的二十七章三十三节经文说了 以撒就大大战惊说 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 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 他将来也必蒙福 你看呢 你注意啊 以撒的意思就是啊 他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祝福已经宣告出去了 是不能够改变的 并且将会代代相传 决定历史的进程 以撒哀求父亲也给他祝福 但是以撒所能够说的呢 只不过是他的命运 好 我们现在将话题转过来谈谈咒诅 祝福的原则也同样是应用在咒诅上的 那好多人都乐意接受祝福的真实性 却对咒诅的真实是抱怀疑的态度的 如果咒诅是与黑暗时代迷信活动是有关联的 那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我们不能单单集中在能够接受的这一方面 而忽略难以接受另外一方面 热的相反是冷啊 两者都是真实的 善的相反是恶 两者也都是真实的 照样的 祝福既然是很真实的 咒诅也同样是真实的 神是万福的唯一至高的本源 虽然福从很多不同的渠道领导我们 咒诅也常是从神来的 但他不是唯一的本源 在我们谈这个主题的时候啊 会讨论咒诅的来源 在看一些实例之前呢 我先给你一个真言书的总原则 真言书二十六章第二节 经文说 麻雀往来 燕子翻飞 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 真言书的作者所罗门 清楚的指出了咒诅临到都是有原因的 这原因有双重的应用 一方面除非是有原因 咒诅不能够发生效用 而另外一方面呢 反有咒诅起作用的时候就必定有一个导致的原因 经验告诉我 先找出原因会有很大的益处的 那现在我们看一些咒诅的例子 首先看神自己所宣布的咒诅 这些咒诅可以是神直接的宣告 也可以是借着人发出的 单纯作为神的出口 从神来的咒诅是他向那些悖逆 不信和邪恶的人带来审判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人类历史提供了悠久和悲哀的被神咒诅的记录 创世记记载了人类历史的起源 人类历史开始于中东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世界主要事件的中心 创世记是人类历史的开始啊 启示录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使之回到起初的情形 好 我们先看看创世记的十二章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大约四千多年前 神做了一个拣选 这拣选影响了人类以后整个的历史 神在寻找一个满足他要求的人 使他最终成为神赐福万国的一个通道 他所拣选的人名叫亚伯兰 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 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 记载在创世记的十二章二到三节 按本质来说 祝福与咒诅是密切相关联的 神拣选亚伯拉罕宣告四项祝福的应许 好 我们来看创世记十二章一到三节 经文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你注意了 这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应许的唯一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顺服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赐福给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祝福他 然而在这些祝福当中 这个中间有一个咒诅 创世纪的十二章 第三节的上半端说到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那咒诅亚伯拉罕的 会落在神的咒诅底下 加入这个咒诅 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实际的目的了 任何一个蒙神祝福的人 都会自动的招惹神 和他的子民的敌人 也就是撒旦的恨恶和敌对 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 那就是神的祝福惹来撒旦的咒诅 是借着被撒旦控制的人的口 所发出的 为了这个缘故 当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把咒诅 夹在那咒诅亚伯拉罕的人的身上 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九节 记载当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时候 他也隐身了神给亚伯拉罕同样的保护 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九节 下半段说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另外在民述记的二十四章 记载巴兰在神的灵强迫底下 说出了以色列命运的启示性预言 这与他想咒诅以色列的原意 是恰恰相反的 民述记记载了这个预言 那其中一部分是回应比较早前 神像亚伯拉罕和雅各所说的祝福的话语 好 我们来看看 民述记二十四章第九节的下半段 经文说 凡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那总的看来 这些经文很清楚的指出了 神先前向亚伯拉罕所宣告的祝福和咒诅 都延续到他后代以撒和雅各 以及以后的各代身上了 他们现在被统称为犹太民族 神并没有叫他们的仇敌 不能咒诅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和他们的后代 但是神却确定没有人可以咒诅他们 而不承受他的后果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任何咒诅犹太人的都给自己带来了更可怕的咒诅 是从万能的神而来的咒诅 那么用近代的术语来说 招惹神在这方面咒诅的态度 可以用一个词把它归纳起来 那就是反散族主义 古往近来 招受这个咒诅的历史人物 民族或者国家的力政啊 实在是多得很啊 简单来说 四千多年以来 没有一个咒诅犹太民族的人 或者民族 不给自己带来从神而来的更严厉的咒诅 反散族主义 就是仇视犹太民族 这是咒诅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许多世纪以来啊 基督教会经常犯 散播对犹太人仇视的错误 这错误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传下来的神学 有许多神学家所说的话 是不堪言传的 我们必须要记得 教会所拥有的每一个属灵的福分 都是从犹太人而来的 没有犹太人 教会怎么会有使徒 圣经和救主呢 基于以上的因素 我们祈求神挪去仍然留在教会大部分领域的咒诅的阴影 并且以祂的祝福来取代 有不少神学家反驳说啊 旧约的神与新约的启示的神不同啊 旧约所描绘的是一位公义和愤怒的神 而新约所描述的是一位慈爱和怜悯的神 但是新旧两约是互相连贯的 每一部约都描述了 神既是慈爱的神 又是公义的神 我们从旧约亚伯拉罕的祝福和咒诅 看过神的审判 同样的信息也记载在新约的罗马书上了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 那解释福音包括了两方面有关神的最高的启示 神的怜悯和审判 罗马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好了 我们看到一方面呢 神以慈悲怜悯将他的义赐给平信 接受耶稣代赎为祭的人 但同时呢 这祭也是神愤怒的最高的启示啊 这愤怒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了 因为他承担了人类的罪呀 对神公义有怀疑的信徒 应当要重新思想十字架的意义了 即使耶稣也不能使罪蒙神的接纳 他必须忍受神全然倾倒下的愤怒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神有全面的认识 把他两方面的性情同时的摆在我们面前 他的祝福出自他的慈爱 而他的审判则是出自他的严厉 两者都是同样真实的 旧约当中另外有一处很重要的 关于咒诅的经文 那是记载在生命纪的二十八章 这里摩西先列出了顺从的福气 然后就是叛逆的咒诅 这一章一共有六十八节的经文 专门谈到祝福和咒诅这个主题的 并且显明了各自的原因 虽然这些话是由摩西发出来的 但却是神直接启示给摩西的话 咒诅的主要成因从来没有改变过 生命纪的二十八章一到二节 摩西先是提到福气 经文说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女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女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的身上 也就是说了 人如果留意听神的话 就可以得福啊 这是得享福气的条件 第一是听神的话 其次就是按照神所说的去做 历代以来神的要求都没有改变过 这是属神的人 或者说与神有约的关系的人 必须要遵守的 出埃及记得十九章第五节 记者当神在西乃山 预备首次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 所说的话 那圣经这么说的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看啊 神向人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要人听他的话 守他的约 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 第十章二十七节 耶稣也形容那些 他承认的人为他的羊 就是他的门徒 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直到今天 那基本的要求仍然是同样的 那就是听他的声音 顺服的跟随他 听神的声音并不单单是重复宗教信条 或者持守正规的礼仪 听一个人的声音呢 是非常独特显著的事啊 听神的声音就意味着和他有密切的关系 期间 他个别的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神以这样的方式说话 不是针对我们的耳朵 或者我们头脑 他的沟通是灵与灵之间的沟通 那就是借着他的灵和我们的灵说话 你要注意啊 神是借着灵的沟通 因为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有神赐给我们的活灵 你要记得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吗 用泥土造了一个人 然后把他的灵气吹进了人里面 人就因此成为一个活人 人单单是靠着灵 才能够与神有交通的 那这样说出来的话呢 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 他的震撼力 是由我们的心灵 传送到我们的个性的每一部分的 神可能透过圣经 向我们说话 但有时候啊 可能给我们直接的启示的 单单读圣经本身 还是不足够的 除非纸上的字 由圣灵把它变成一个活的声音 再加上我们把它活出来 经历了它 那只有与神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才能够使我们有资格 得到他应许给 反听从他声音的人的福气 好了 生命纪的二十八章十五节 摩西提到一切咒诅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咒诅的成音和福气的成音 是完全相反 福气是听从神的声音结果 咒诅却是不听从神的声音的一个结果 拒绝听从神的声音 那就是叛逆 不是叛逆人 而是叛逆神 那要知道 祝福是顺从来的 咒诅是不顺从来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